大家好,欢迎回来,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燃 你节目主持是Larry 这一节我们想跟大家讲讲英国其中一支武器 现在军缓在乌克兰 一个叫做Brainstone,如果中文可能译做硫黄 这一支反船飞弹 但大家看到这个反船飞弹 暂时没有打到黑海艦队的船 但如果放下来,它竟然可以做一个反坦飞弹 就是反坦飞弹的武器 这个我们稍后会谈及 尤其是在乌克兰的战况是一件手工 一不就不打,一不就不打 所以稍后会跟大家讲一下 它如何打击俄罗斯的坦克 我们相信那两个坦克型号不太看到 因为比较圆 我们也估计,无论是T72,T80,T90 其实你都很难抵规 T90M就另算 因为它本身有些反制措施 但也很难说,上次也是被 你见瑞典一个无后助力炮 都是照开管的 所以今天也会讲到 Brainstone的飞弹 就是建计工 但它除了之外 英国也是因为这枝Brainstone 和波兰做生意 当中波兰的招标 也有Brainstone的强敌 即是我们叫长钉 这枝飞弹也是享负性命 为何Brainstone的飞弹 又能够打赢以色列的武器呢? 我们说过了,以色列的武器 第一便便宜,第二便便宜,第三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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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波兰最后会选择英国 但波兰最后会选择英国 我们今天也要讲一讲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帮忙按LIKE 因为在演算法里 如果你多按LIKE 或者留言 其实我们的节目被推送的 机会会高些 例如我们去一些推荐频道 热门节目 就要靠大家了 另外,大家未按Subscribe 也可以分享给朋友 如果未按Subscribe 都请你按一下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更新的通知 好,今节除了我之外 亦有Anson Heng Anson你好 你好,Larry Heng 是的,我们现在很快就说 这个Brainstone 为什么这枝弹那么有趣呢? 这枝弹是我们之前一直都觉得 是一枝反弹的飞弹 没想过它打坦克也挺神准的 老实我们一感受到 它打坦克也有一些熟悉的身影 其实Brainstone 它是一个叫多用陶飞弹来的 那打蓝呢 其实就是英国皇家艦军想用 一开始 其实它前身的科技术 其实是地獄火来的 Brainstone 1 其实是它很多的第一代 最开始研发的时候 是很多用了地獄火的技术 但不过它是用了很多的 例如製造弹头 那些就是新的NVDA 做出来的东西 但不过如果Brainstone 1 那个弹体 其实很多是来自地獄火的 那它Brainstone 它有什么好处呢? 那它现在乌克兰 用的是Brainstone 1 即是最旧的型号 那它都已经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射口不理 那它怎么做的呢? 它就不是用一些红外的 它是用热成影像 就是说它那个弹头 有一个镜头 它会知道大概要打什么目标 射了出去之后 大概我不用是瞄准的 我只要是射大概哪个方向 射了出去 它那个弹头就会去认 我要打什么目标 看到了就飞进去 那这个是Brainstone 整个家族都有这样的特色 那之后可能就是 双重导引 三重制度 那很多的花神玩下去 但是不过在乌克兰 它现在看到 可能在一些车上面射 上面没有武器 没有雷达 或者可能在一些 掩体上面又射出来 又是没有雷达 相信都是一个单一的二乘制度 那你见到今次都是很快 那一块就是连续两家 就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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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A它是B 这个会想扣同 是一个挺聪明的一个导弹 那这个自己英国它有用 有陆机可以在一些装甲车上面装也可以 或者是一些空射型就可以长距离一点 那一开始它为什么可以说不用雷达制度 就是要让这架Haria GR9用 因为Haria GR9是没有对地雷达的 那它就是打算放上去 就可以立刻射出去 就不用用雷达 就可以自己找目标 这是一开始的目的 之后整个Family 越来越扩大 Brainstone 2 Brainstone 3 之后有一个叫做Brainstone EW 即是一个电箭板 那就是更加 Brainstone 3 可能100公里以上 那它就可能会说 射八粒 有一粒是电箭板 七粒是弹头 那电箭板呢 就会射先的 可能射短 可能一两秒这样的时间 就压制着对面一些的反干扰 或者是一些的还击手段 那令到另外七支弹头 就可以一无忧虑地击做目标 那这个就是它之后想做的事情 现在研发出来 而Brainstone 1在乌克兰 它这次用 我觉得是一个 现在就是乌冬战场 之前俄罗斯也折获了一些 没有爆的Brainstone 1 就是应该是一些 一些造装问题 因为Brainstone 1也很足够 应该好像现在不是在用 那可能是一些造装问题 但这次也幸好 终于爆了 Brainstone 那就是连续两个很快的 现在是绿地射 大概应该是8至12公里 那相信都够用的 那些增长的反弹核导弹 是啊 因为如果你说的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标昌 是 标昌其实都是说的 大概是5公里左右 是 就是那个发射的range 那N-Law更加近 是的 大概600米左右 就是大概这个范围 如果你说很多其实都是比较短的 西北风等等 都不是特别长 所以这个呢 其实如果你说 拿来做 玩塔克来说 相当好用的 就是比较远的 短短的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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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也许可� einge maximal工程 那比法更加近 那些定制作是 例如A-10 因为ơ égal hunter 一生只能碰见一次 像阿柏奇那些,真正啊 發覺不夠彈藥,可不可以多些碰盒 真的會見到開心度 有沒有見過A-10會射到沒有子彈都打不破目標 40公里的青龍真是開心 2000發子彈都打不破目標 真是沒有試過,我想這些是由今生無來世 但我們又說,爆這次的兩個目標 其實我們有觀察,它的爆發 當然你看到它本身的飛彈射的初速也不差 所以它的動能也不錯 它的初速是1.3馬克,音速是1.3倍 但彈頭不是很大的,它跟地獄火差不多 但是它完全是夠用的,很明顯地 你看到它打過去,當然是前後有煙 其中一個彈的東西上來 大家看到那張圖嗎? 你看到一個黃色圈圈的那個 那個是之前我們說的 在鳳凰衛視去採訪別人 在一個俄羅斯控制的城市裏面 突然有個彈射爆 一爆就有些東西彈了上天 那個彈到上天差不多八層樓那麼高的那個 就是炮塔 大家現在看這個都應該是炮塔 彈到那麼高 其實那個炮塔很重的 這個炮塔有12噸 根據資料 15噸的彈到那麼高 雙爆應該是TXR2 因為看到很多TXR2都是這樣爆 因為TXR2的彈藥 其實是呈環狀 在這個炮塔下面去排 如果你真的在下面雙爆 那個環狀的彈頭 的確有一個很強的向心力 將這個彈射彈到那麼高 所以我很相信這個是TXR2 就是因為那個 它的彈藥的布置 而且始終是因為它俄式的彈射 那個年代都是這樣的布置 所以現在一炸中 就那個 即是春爆炮口炸到很高 相信這兩架彈射上面的組員 都應該不會生還的 如果炸到那麼高 因為大家知道 那些成員 除了車手就在裡面 剩下兩個都是炮塔裡面的 那兩個就沒有了 車手就不知道有沒有事 不過老實 我也覺得都是遭殃的 都是空多吉少的 空多吉少 那麼多的炮塔都炸到那麼高 你這個人會怎樣 12噸都被你打到上天 打到幾層很高 真是那個威力很厲害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 有這麼說 其實俄羅斯的設計 其實你會說 它是否知道出事 去到T90也是這樣的 其實它都知道出事 所以它去到它現在最新的彈黑 即我們說T14 Armata 它就改良了 即它的設計 它沒有人頭盒 三個排排坐在前面 它其實還是用自動搭配 但是不會再這樣擺 即是不會再擺人 擲著炮彈 就沒有這些設計 真的擺在一旁 真的在炮塔裡面做人 坐下去 很有趣的 我看它們的設計 就是三個排排坐 就坐在這裡 因為你不用一個人做撈彈 變成車長 然後就是車手 以及一個射擊手 即生存率是好 很老實 但是首先要Armata量產到 是 你知道什麼講起Armata 其實它的量產是有計劃過的 例如我們說它在2019年的量產 再移到2020年 又再移到2021年 最後2022年 原本它們說要購買 差不多1,000架 但是現在 真的差不多去慢慢取代T72 如果被制裁到這樣 它也沒有晶片 又沒有錢 我覺得它買不買到一個問題 不是 Anson 我想說 就算你不制裁它 它也買不到 其實這麽多年來 它也一直延遲 即是它每次都出口信 即是接下來買的 接下來買的 接下來生產線 就越買越多 即是開頭可能賣500 慢慢變成1000 但最後可能買了十幾架 很少 用來紅翔月兵用 麻煩你 你有沒有留意今年的紅翔月兵 這個紅翔月兵就剩下三架 有些說法 是不是放在戰場上 我猜不是 我覺得它不敢放在戰場上 如果突然之間 有一張Armata的殘骸 它真的自堅心受損 最重要的是它賣不出 即是沒有人敢用 你想一下它的坦克 其實現在印度也有用T90 印度也有用的 印度也有用的 其他有些國家來中東 以往也有用T72 T90 所以其實它的坦克 到現在仍然有些國家用 問題就是 我經常覺得 你不做坦克不要緊 你能否給到一個後勤力量對方 即是對方賣PLATS的時候 你一直沒有給別人 我都有點用 TX22 我覺得它在Squad 1 隨便拿些東西都已經賣到給別人 但如果你的新的坦克 你自己的坦克都還沒搞定 我覺得 真的沒什麼人會買你 而且經過今場的戰役 等於上次第一次波蘇灣戰爭 那些TX22 不斷被Abram 被Changer 1 不斷開罐 它應該都不是賣得出的 這次烏克蘭之後 當然現在的TX22 跟那時候的TX22是不同 當然是有很多人的改進 不過現在你這樣 那些人有錢 要是買Abram 要是買炮兒 誰買你 說真的 印度又買不起這些 所以我覺得 你去印度 還買不買俄羅斯坦克 我也很喜歡移民 是 都是 不過他們的訓練 因為都是蘇式坦克訓練 他們是沒有搭檔的 他們沒有搭檔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坦克有這個好 它一直訓練到你沒有搭檔 就不是很敢買 你回不到全球 你不是很敢買那些油 那些國家 你發覺那些 對 你又不是很敢買 所以我不知道 甚至說買美國更加不敢 你知道美國的搭檔多厲害 就是搭檔得夠快 嘩 搭檔多厲害 是呀 搭檔出來 其實是搭檔 馬克風也要懂 不過又這樣說 真的是明日之星 你什麼都懂 又懂得開車 你又懂得射 你又是可以搭檔 你又是可以搭檔 你又是可以做車掌 有什麼時候 慢慢調整上去 也是好的 就是搭檔 真的是一件好事 馬克風也說了 但是這次很過癮 T72固然的問題 天天都多 大家都知道 這個Gramestone 你看看 就是多材多艾 可以打反艦 可以打反坦克 現在這樣說 所以也贏了一張單 就是我們說波蘭的一張單 其實他的對手 老實說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的對手 就是鼎鼎大名的以色列 最重要就是 他本身的武器 也是出名的 就是我們說的 場釘 大家有聽說 場釘勝在第一 他本身射程不差 其實就是 他最少 就是100米 最長 其實是說 去到20-30公里 攻擊情況都可以 以及他也可以遙控他去做 所以馬克風說 他玩過 就像一個小型飛機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操控性是很強的 但是為什麼這一種飛彈呢 這次呢 也沒辦法 這次你也要輸給Brainstone 以及大家也要知道 以色列也是 賣武器也無出其有 亦是出名的 就是你看他的無人機很好賣 你看他的飛彈很好賣 你看他的飛彈很好賣 電子零件超好賣 大家知道他的電子東西是厲害的 甚至乎他買的F35回來 喂 你們這些電子東西 我不要 因為我看不起你們這些電子東西 我們搞的 你給我一個Source Group 我在上面override它 哇 連Source Group都拿到 美國問人拿就行 你問美國拿 還要一拿就拿到 你上面可以override 這個國家有多厲害呢 我想我們也不需要太多說 不過這次真的要這樣輸給Brainstone 我們也有事後研究 Brainstone也跟他相比 他也很好用的長釘 但可能我們看到的現代化 可能是Brainstone的現代化 就贏了長釘 最近沒有什麼新的動作 或者是吃老本那種幻化 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是Brainstone 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型號 斷猜就不是瘟 瘟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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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 我真的覺得 2、3的型號 其實我也很驚訝 因為英國的軍工出口 近年都不一般 而且他買了英國貨的 通常都是自己英聯邦的國家 或是中東的土豪 中東土豪我們做collection 有就存在 平時真的用英聯邦國家 平時用英制就不要改 通常是這些國家 你看到出口外面 一些武器 通常都是一些BDA 戰機 戰機 那些戰機 都是合作的東西 都是一些 不過如果真是陸戰方面 的裝備 可能是海戰 太界界Brainstone 都真的很少 所以我也很驚訝 這個Brainstone 外面又不買他的東西 不過贏到他的 場釘更加驚訝 場釘是一架 但其實你說 是不是這次Brainstone 在烏克蘭戰場有戰果呢 場釘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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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我覺得 有機會是說 Brainstone的好處 就是射口不利 他那個就是說 我射出去 可以有一類的 制度又可以 或者是我自己射出去 我知道我想射什麼的 他就可以用一個熱誠影響 自己去找出來 自己去炸毀了他 都可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好處 射口不利 第二個 可能我覺得 始終Laren說 就是說 場釘真的很久 可能之前有一個叫做 LR之後 還有另一個型號 不過Brainstone 就不停換代 他那個彈頭 那個電子系列 有升級 那個的range 有升級 可能一開始 這個Brainstone 1 空射都只有20多公里 現在去到這個Brainstone 2 空射是60 如果你是直升機 就40 然後陸地射又短些 35 然後Brainstone 3 空射到100加 這樣 其實看到他的進步 還有看見到可能 英國是真的覺得是 他是有去發展Brainstone的 那可能之後 我真的要去換代 或者是想升級它 都會有一個option 第二可能就是 英國和波蘭 之前簽了那個三國的協防 那其實可能都最一步 要靠他們的關係 那始終你去賣武器 武器本身 當然是一個質量 是一個重要性 但當它和那個國家的關係 都很重要 就是說說真的 這個近水流台才不完 當然是熟那個 就可以拿到這張單 那我覺得 這次都某程度上 可能是用這個國家的關係 都拿到這張單 都未必 沒有可能 因為大家沒有發覺 其實我們說了軍售 其實軍售 根本就是政治延續 所以你沒有發覺 有些國家的武器 就是它經常都說 自己做得是相當好 但是如果你出去 人品不好 或者我們說 你的朋友少 其實你賣出去都少 所以你沒有發覺 因為俄羅斯 繼承了前蘇聯 而前蘇聯 其實它也有輸出共產主義 其他什麼衛星國 什麼第三世界 什麼什麼國際 那些 所以你看到 其實它當時影響到國家 就會購買 例如我們說 東歐國家 其實都不能不買 半夾 你也要買 即波蘭華沙 你有沒有可能不買蘇製武器 當年華沙公約的國家 全部都買完了 所以 為什麼 這個世界 我也不知道 中什麼因 就得什麼果 我們叫 前蘇聯 就不斷逼 波蘭 寶加尼 斯洛伐 就買米格基 今時 今天你還回給烏克蘭 以前我 俄羅斯人 中下的一 今天要收回這個果 你經常逼人 買米格29 人家就用米格29 打你了 我自己自己 有一晚都在想 為什麼這些國家 這麼貴 米格29 都被人打來挖 然後 我們說到德國 東德 東德 為什麼這麼多 這些爛鬼武器 就是那時候 俄羅斯 前蘇聯 也有挖它買些東西 但是德國最不好的東西 他接下來是中什麼因 就得什麼果 他專門送一些垃圾給人 他應該只有一些軍售 都難一點賣 說真的 這次開了戰 急需武器那時候 你不能斷我 米路怎麼辦 怎麼打 所以這次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剛剛 在做一個月前 波蘭都市剛剛 跟英國買完Type-31 接然第二張單 都是英國單 其實波蘭這個武器 暴發戶 波蘭近期 其實他的經濟發展都很強 他入到歐盟之後 他的經濟是真的不錯的 如果你做開 可能是財政的行業 你都知道 其實很多的利益 支持 都是在波蘭的 如果你是歐洲的話 其實他的經濟都真的不錯 你看到他又買了一堆 Abram回來 然後你又戰艦 然後又是 今次的坦克裝甲車 之後下一張單 會是什麼呢 他的飛機 還要買了這個 F-36 F-35 F-35 F-35有收貨 其實這個 做其他單 有誰會接呢 可能是很看外交關係 這個蘇聯一定沒有行 他一定不買這些東西 這個 西方那邊 其實德國那邊 我覺得你都不用想波蘭那張單 波蘭那張單 波蘭那張單 自從烏克蘭那張單 應該都看不起你 波蘭那應該都相信 坦克買了最新的Z-3 買了最新的 然後你看到陸基神盾 陸基神盾 陸基神盾很可惡 俄羅斯多次警告 這個陸基神盾 是會威脅到莫斯科的生存 因為他們的計算 不是說你是用標3 標6的防飛彈 他預算你裡面裝戰斧 因為那個Mk41系統 Mk41系統 哪有人知道你裡面擺什麼 你擺在戰斧也可以 你擺在標2、標3也可以 我不知道 你擺在海麻雀也可以 射了十幾公里 射很短又可以 射很長又可以 射2500公里又可以 老實說 打到莫斯科就差點說 打到烏拉山脈都可以 你想想 這麼長程的飛彈 如果攻擊莫斯科一定害怕 還有 我們說戰部飛彈 還可以裝核戰鬥部 所以我覺得莫斯科 怕是有一個奴 但是你也看到波蘭 就不理你 總之我照樣擺 波蘭已經做了一個 很好的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在北約的前線 你敢這麼兇 老實說 原來俄羅斯也是催你不穿 你便照樣擺 接著我擺在F-35 戰機要最好的 坦克要最好的 所以他的軍艦 當時他買Type-31 我們有想過 他會不會買最好的軍艦 當然阿里伯克那些他沒有買 可能是奪了他的預算 但Type-26那些會不會呢 我開頭也有想過 最後Type-31 其實都很適合的 因為本身的噸位來講 其實都不是差 而且波蘭的海防 也不算特別誇張 Type-31 說真的 你用波蘭的規格 波蘭其實都要48日 都夠做了 已經 那他放進去都差不多6000多7000噸 還有因為之前 介紹Type-31 都說過其實他跟丹麥那一架 我已經不記得怎麼讀 那個名字 是姊妹艦來的 那個船身是一樣的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用在零件 跟隔離國 大家都是在波蘭的海 丹麥只有波蘭的海的 進去就一定要經過丹麥 然後 而波蘭唯一的出港 也是波蘭的海 其實你自己去 兩個波蘭的海的 控制國家 他都是對付俄羅斯的 其實有同一個艦種 就是姊妹艦 大家的艦名差不多 其實可以做一個 很高協調性的聯合作戰 這個T-31都夠 其實挺好用 不過去到2-6暫時 我覺得他應該都 一季的 因為Type-31一架 都是250M英鎊 那你Type-26一架 都成1B 一開4 我覺得就有點奢侈 對方來說 是的 還有波蘭的海軍 也沒有去到 真的海防那麼厲害 他就不需要 你見到他上面的國家 你見到他上面的國家 惡頂一些 是 丹麥 瑞典 芬蘭 你接下來還惡頂一些 跟大家說 瑞典海軍 不過瑞典 給大家知道他也有好 因為SARP也有一個潛艇 對 A-26 全部都是比較先進的潛艇 所以其實你遇上 我們說俄羅斯的水下水上部隊 其實對方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波蘭就不用太擔心 如果有艦用就可以了 不過大家真的看到什麼叫做 我們是靠朋友 說到軍武界尤其是政治的影響力 如果大家的武器不是相差太遠 其實你真的會買回自己的 而且永遠都是自己的 有優惠 例如大家看英國賣F-35B的價錢 和日本賣F-35B的價錢 而英國真的自己有 即是怎麼算都可以 所以這個差別是很明顯的 所以這個也提到政治延伸到軍售 這個位置大家都需要了解 甚至乎你讀政治的朋友 你也解釋不到軍事合作 他們是怎麼走的 這個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連結在這裡 好了 我們不說太遠了 今天總結就是 Brainstone這枝飛彈 其實就在我的預料之外 尤其是 我覺得波蘭買在情理之中 但是 可能真的看到它的威力 你看到連坦克也打得這麼好 又真的可能是二條之外 所以我覺得這次 這個交易其實就 不是說很令人意外 不是去到俄羅斯買英國武器 但是波蘭始終是步伐戶 選擇波蘭 而且它北約 整個北約都可以買的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美國在這個環節 是比較弱的 反藍飛彈真的不行 就是 它買的NSM都是挪威的 挪威的 所以我也有想過 它沒有幫襯到這個NSM 這次 就是幫襯到Brainstone 我覺得都是因為英國關係 這次Brainstone主要是做多用途 還有它想進行 可以打籃和彈劾 那麼NSM是做不到的 是 但是NSM的射程是不錯的 但是可能它也會想 它不需要那麼遠的射程 它覺得Brainstone 它覺得夠用的 但是又可以用來坦克 其實對這些國家來說 一物兩用 也是不錯的 還有它那種 即是彈與彈之間的溝通 日能有點像 以前俄羅斯也有一隻 就是P-78 那種反彈飛彈也有點像 也有點像 EW的玩法 就是它會有一支飛彈 就是做掌機 其它是撩機 當它發現有事來搞它們 它就會犧牲自己 就過去攻擊 然後那邊那幾顆飛彈 又會自己找一顆做掌機 繼續開著雷達 帶著它們 就是它會只有那個開雷達 其它是革命 一直這樣忍著那些P-78 那些重型的反彈飛彈 就是打對方航母 就是那個設計 我覺得差不多 所以都挺特別的 就是這個概念也很特別 這個叫做 封群 對,封群的戰術 好,Anyway 我們這裡也要停止了 因為有段時間說 這個題目 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好,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大家也可以支持我們 包括例如收集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 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火金會隨緣 包括人行Paymate轉數費 以及PayPal 大家多點留言、Like 和Share我們的節目 好,那我們在其他 世界防衛消息的節數 就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